日前,马次传奇名宿大卫罗宾逊,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勇士后卫克莱·唐普森的续约问题。 他表示汤普森很可能会在明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领盟去处,新赛季很可能将是勇士队核心阵容在一起打球的最后一个三季了。 罗宾逊说道,保持这样的一个核心架构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有球员愿意说,我可以去拿起的球队给我的一般薪水,我会继续和你们并肩作战,因为我太爱你们了,那是不会发生的。 汤普森不太可能会一直想要担任球队的第三或者第四人,我认为如果他们在赛季结束后依然能维持现在的阵容,那就太厉害了,如果是这样说明了他们达到了基础,形成了文化。 罗宾逊继续说道,汤普森这个夏天没少被问到关于明年是否续约的事情,在最新的采访中,他再次重申,他愿意和勇士队续约。 但现在他只想专注于三连冠,明年的事等到明年再说。 毫无疑问汤普森希望留在勇士队,毕竟在这里他可以更加接近拿到总冠军。 但必须清楚的是,勇士队无法为汤普森开出顶心,而其他的球队则可以轻松做到。 此外,罗宾逊还谈到了勇士夏天,前下的重磅影员考新斯,考新斯也将是新萨迪勇士队的大麻烦。 如果他不能保证健康,他能够给你提供什么? 我认为之前麦基表现得很不错,考新斯能取代麦基吗?麦基做得真的很好,对内更加,如此有天赋的球员固然是好事。 但考新斯过去效力的球队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能够形成良好化学反应的球员。 罗宾逊继续说道,不管怎样,勇士的舞巨头即将开启新的赛季,他们将全力冲击三连冠,等到球队真的拿到三连冠。 或许如今一切的猜测都将失去意义,因为这时每个人的想法也将会发生改变。